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有三个令人震惊的新闻要分享 首先,前个人助理泰瑞斯·哈斯皮尔因盗窃40万美元 并杀害其老板、技术企业家法西姆·萨利赫而被判有罪 他将于9月10日宣判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故事 从澳洲的小,正男孩到如今的美国头号通缉犯 他在英国监禁多年后,将在美国马里亚纳群岛地区的听证会上认罪 结束长期的法律纠纷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国无人机制造商DJI 尽管美国政府对其国家安全风险表示担忧 DJI依然成为美国警方的重要供应商,并采取措施来缓解这些担忧 包括设立美国子公司和开发符合安年 全要求的政府版无人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 受害者是成功的科技企业家法西姆·萨利赫 2020年7月,他的前私人助理泰瑞斯·哈斯皮尔 被发现涉嫌盗窃萨利赫公司数十万美元 并为了掩盖罪行而将其残忍杀害 哈斯皮尔在曼哈顿刑事法院受审期间 检方揭示了他如何通过伪造公司账户和虚假PayPal账户盗取 资金最终累计盗窃金额高达40万美元 为了避免被发现 哈斯皮尔精心策划了谋杀 并在萨利赫的公寓内实施了这一罪行 萨利赫的亲友们在他去世后回忆起 他是一位创新的商人和慷慨的朋友 而哈斯皮尔则在犯罪后被迅速逮捕 并将在9月12日被判刑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详细介绍了维基解密创始人 朱利安·阿桑奇的传奇人生 从昆士兰的汤斯维尔小镇 到成为美国最通缉的黑客 阿桑奇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 他因揭露美国政府和军事机构的秘密文件而声名缺起 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法律问题 2010年 维基机解密发布了数十万份美国机密文件 包括一端美军直升机射杀平民的视频 这使阿桑奇成为重视之的 尽管面临多项指控和法律诉讼 阿桑奇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认为他是在追求激进的透明和真相 经过多年在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庇护 和英国贝尔玛什监狱的囚禁 阿桑奇终于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 预计将很快返回澳大利亚 Nickei Asia报道了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在美国面临的困境 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打压日益加剧 大疆的无人机仍然是美国警方的重要工具 记者马利安周和伊凡于在节目中讨论了 大疆如何在技术和市场上取得成功 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华盛顿的严厉限制 尽管如此 大疆的产品因其高效和可靠性 仍在美国的执法部门中广泛使用 这场科技与政治的博弈 揭示了全球科技产业中 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市场需求 Nike Asia 报道 随着市场繁荣和日元疲软 日本的富裕家庭纷纷转向家族办公室 以应对通货膨胀和税务规划等问题 德勤东松本月在日本推出了家族办公室服务 紧随其后的是百货公司高岛屋 收购了提供家族办公室和慈善服务的 财富管理初创公司Vast Culture Money Forward 与东京的家族办公室运营商Private Bank合作 成立了合资企业提供家族办公室服务 任天堂创始家族的家族办公室Yamauchi No 时由第五代成员Banjo Yamauchi 在2020年成立管理资产在1100到2000亿日元之间 专注于自主投资 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繁荣 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对投资表现出浓厚兴趣 特别是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下 Vast Culture与高岛屋的合作旨在吸引高端客户 计划管理1万亿日元的资产 德勤东松家族办公室服务负责人Riosuke Higuchi指出 许多中型公司由创始人管理 存在治理问题 因此建立决策结构是明智之举 日本政府的政策计划 也旨在利用闲置的个人资产刺激经济 家族办公室在投资尖端技术 以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伦多新报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贾玛尔·鲍曼 在纽约郊区的民主党初选中 面临来自温和派宣政长官乔治·拉蒂默 Latimer的强劲挑战 拉蒂默在犹太领导人的敦促下参选 因鲍曼批评以色列而感到不满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及其盟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在这场初选中投入了近1500万美元 主要用于攻击鲍曼的广告 鲍曼指责AI PAX试图买下选举 而他则得到了进步派人物 如亚利桑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阿德塔斯·杉特斯和伯尼·桑德斯的支持 拉蒂默则获得了希拉里·克林顿的背书 并强调自己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鲍曼将这场选举描述为 大金主与普通选民之间的较量 并坚决捍卫自己对当前冲突中停火的呼吁 无论谁获胜都会在大选中占据优势 因为该选区是民主党的堡垒 日本时报报道 中国比亚迪在日本推出了第三款电动汽车 希望在由混合动力和本土品牌主导的市场中 找到立足点 该公司周二推出了售价528万日元 约合33.100美元的Seal电动轿车 电池容量为82千瓦时 并为前1000辆提供折扣 全轮驱动车型的价格为6.5万日元 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一直面临挑战 但该公司希望通过推出新车型来吸引更多消费者 多伦多新报报道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 成为特朗普副总统竞选搭档的有力竞争者 他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 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商业头脑 并与能源行业的高层关系密切 然而伯格姆在家乡面临着一个价值 无数5亿美元的二氧化碳管道项目 这个项目让他的州分裂 使他陷入尴尬的政治困境 伯格姆支持的二氧化碳管道项目 由埃赫华州埃姆斯的Summit Carbon Solutions公司建造 旨在收集中西部乙醇工厂产生的二氧化碳 并将其永久存储在北达科他州的地下 然而伯格姆在支持这个项目的同时 也面临着土地所有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政治局面 尽管他计划在2030年前 使北达科他州实现碳中和 但他避免将管道或其他碳补给项目描述为环保措施 而是将其作为北达科他州的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 多伦多新报报道 美国及其主要欧洲盟国与伊朗和俄罗斯 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就伊朗核计划发生激烈冲突 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指责伊朗核活动超出2015年协议规定的范围 并未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合作 而伊朗和俄罗斯则指责美国及其盟国 继续实施本应在协议下取消的经济制裁 并坚称伊朗的核计划一直受到IAEA的监督 美国副大使罗伯特伍德表示 美国准备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但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伊朗驻联合国大使阿米尔·塞伊德·伊拉瓦尼 则指责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 并表示伊朗的核活动是为了和平目的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本杂 呼吁欧洲国加和美国重返谈判桌恢复核协议 《悉尼乘风报》报道 全球快时尚品牌SHIN在珀斯的三天快闪电活动重新启动 地点改为克莱蒙特展览场地 SHIN宣布新的快闪电将于7月5号开幕 届时将有现场DJ、美容吧、照片展台和促销纵品 此前该活动原定于6月21日在Lakeside Jundalup购物中心举行 但因为这原因取消 SHIN成立于中国总部设在新加坡 在2022年迅速走红于Z时代 并超越西班牙公司ZARA 成为全球最大的服装零售商 尽管SHIN在澳大利亚市场取得了显着成功 但该品牌因其服装质量问题、碳排放量激增 以及中国生产仓库的不道德劳动实践指控 而备受批评 Yahoo US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 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同时也在争取成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然而在竞选活动的光环之外 伯格姆正在家乡州与一个庞大的二氧化碳管道项目斗争 这个耗资55亿美元的项目 在北达科他州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迫使伯格姆在特朗普和乔拜登 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截然不同的愿景之间左右为难 这条名为中西部碳快地的管道 将从中西部的乙醇工厂收集温室气体Cohar 并将其注入地下 尽管伯格姆支持这个项目 但他避免将其描述为环保举措 而是强调其作为商业机会的潜力 然而 这个项目在北达科他州引起了强烈反对 特别是因为土地所有权和潜在的安达全问题 2020年 密西西比州的一条二氧化碳管道破裂 导致至少四五人住院治疗 两百多人被迫疏散 这让当地居民对类似项目心存疑虑 Associated Press 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将在周四的辩论中亮相 而CNN的主持人Dana Bash和Jake Tapper也将出现在镜头前 这对于CNN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 因为他正努力在变化的媒体环境中 重新获得相关性 作为一个电视网络 CNN在许多消费者切断有线电视的时代 正面临困境 而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在努力点燃消费者的兴趣 CNN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克·汤普森在公司任职不到一年 他更多地谈论互联网而非电视作为增长的机会 然而CNN在此次辩论中的表现将对其声誉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辩论顺利进行 CNN可能会重新唤起人们对其作为第一个全新闻电视网络的遗产的记忆 如果出错 这将是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 此次辩论将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工作室内进行 没有现场观众 CNN还将控制一个静音按钮 以防指一方在对方发言时打断 Yahoo!US在南卡罗莱纳州的第三国会选区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南卡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 在共和党初选中支持不同的候选人 麦克马斯特支持的是护士职业者谢利·比格斯 他是麦克马斯特的政治顾问和常规捐助者的妻子 而特朗普则支持黑人牧师马克·伯恩斯 尽管两位候选人都没有政治经验 但他们在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南卡罗莱纳州的选举中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两位候选人的立场相似 都主张结束几乎所有的堕胎 关闭边境和对抗通货膨胀 并对民主党的观点表示完全蔑视 比格斯和伯恩斯都投入了大量个人资金进行竞选 但他们的筹款情况差异显著 比格斯贷款了近35万美元 并从个人捐助者那里筹集了18.2万美元 而伯恩斯则贷款了75万美元 但仅从个人捐助者那里筹集了1.6万美元 无论最终谁赢得共和党提名 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都将面对民主党候选人和一个第三方候选人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嫦娥6号探测器将在周二将从月球背面采集的土壤样本带回地球 预计将在中国内蒙古的沙漠地区降落 这一任务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月球探索系列任务中的最新成就 具体的降落时间尚未得到中宫国官方确认 但据NASA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消息 嫦娥6号的样本返回舱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41 中国当地时间下午1.41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岐地区 嫦娥6号任务的成功将再次展示中国在月球探索领域的技术实力和执行力 而月球背面虽然常被称为暗面 但实际上也有充足的阳光 只是从地球上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 另一面则布满了古代熔烟流形成的宽广黑暗平原 CNN报道 拜登总统和前总统特朗普将于周四进行首场辩论 这场辩论不仅将展示两人在政策上的分歧 更重要的是将揭示两人的领导能力 辩论通常更能展示候选人的性格和能力 而不是政策分歧 拜登目前面临着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能力升任总统职位的广泛质疑 而特朗普则面临着很多选民对其道德 法治承诺和道德指南针的怀疑 辩论可能会缓解或加剧这些担忧 拜登如果表现犹豫不决 可能会加深选民对其过于年迈或虚弱的看法 而特朗普如果表现出像2020年首场辩论那样的咄咄逼人或不稳定 则会强化选民对其可能带来持续混乱和冲突的担忧 尽管学者们认为辩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唯一乎其微 但政治从业者则认为辩论是关键时刻 尤其是在双方都面临重大质疑的情况下 CNN报道 拜登和特朗普的辩论将皆是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的命运抉择 尽管总统辩论往往因候选人的性格怪僻 瞬间的风格表现和失误而被定义 但这次辩论的重要性在于其政策内容 美国正面临一个危险时刻 国内政治和文化分裂 多个外交政策危机加深 特朗普试图重新夺回白宫 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对民主制度构成存在性威胁的政策 而拜登则试图通过强调其在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上的成就 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两人将展示各自的政治遗产 选民需要在拜登的传统国际主义外交政策 和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辩论结果如何 其影响将在2025年1月20日中午的就职典礼之后逐渐显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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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